五一假期全国各地的博物馆 科技馆和科普基地 迎来了大批的参观游客 据国家文物局不完全统计 全国六千多家博物馆 五一假期 共接待游客超过五千万人次 达到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一级馆均达到游客接待上线 在贵州平堂的天文小镇 中国天眼科普基地迎来天文研学热潮 五一假期访客数量 创下开源以来最高水平 学生们在亲眼目睹中国天眼FAST雄姿后 再通过拼装天眼模型 深入了解FAST如何探测宇宙深空 基地还在夜晚新推出观星活动 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天文星象的独特魅力 以前我看月亮它只是一个很明亮的一个球体 就感觉很平正 但是通过这个光学望远镜 我看到它一些环形山脉 很像地球上的山脉 在中国科技馆 我国首个以空间科学与应用为主题的科普展 星雨探索之旅 五一假期迎来首批游客 神舟飞梭 太空实验室 月球家园等 交互沉浸式体验空间 让大家倍感兴起 配备了空间的生命生态的这样一个实验柜 展现在宇宙的微重力环境下 辐射环境下 这些植物的生长情况 各地博物馆的展成也纷纷上新迎来八方游客 故宫博物院推出祥开万象 故宫与西藏文物连展 唐代严厉本不碾图 银泰绿发廊 欠宝石海螺等国宝珍品集中亮相 国家博物馆推出拉斐尔等世界艺术巨匠的自画像大展 亚洲文明古国金属艺术展在成都博物馆精彩呈现 江西景德镇玉瑶博物馆是国内唯一全年开放至深夜的星空博物馆 遗址建筑和现代景观完美融合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拍照 已经成为热门打卡地的三星堆博物馆 在五一假期新推出定时免费导览讲解服务 让游客们看得过瘾 更听得明白 在开放式文物修复馆 游客还可以近距离观看考古人员 对最新出土的文物进行清理修复 感觉我们的先民非常有智慧 创造出符合自己生活特点的器具 还有那种文化符号 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有文化自信 据国家文物局不完全统计 全国六千多家博物馆五一假期 共接待游客超五千万人次 达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一级馆均达到游客接待上线 多家博物馆推出延长开放时间 增加工艺讲解 扩大文创展示区域等举措 尽最大可能满足游客参观需求